赖政府确定将调生明年的最低工资之外 明年的劳保普通事故的费率也将调生0.5个百分点 预计将会调生到11.5% 加上1%的就业保险合计费率为12.5% 但是因为劳保的费率调生 大约会有超过1036.9万名的劳工 明年劳保的保费负担都会增加 同时预估有60.9万家的企业户雇主 明年全年新增会超过124.7亿元的法定成本 劳保费率2025年调生0.5个百分点 因为劳雇政三方的比例大约是2比7比1 雇主负担增加7成最多 受雇的劳工负担2成 另外没有一定雇主的职业工会 劳工劳保费的负担达到6成 政府负担来到4成 以2024年的6月劳保来说 平均的投保的薪资是来到了35202元 工业及服务业的受雇员工人数 我们以843.3万人来计算的话 雇主每个月平均要为每一位劳工 多缴大约123元的报费 全年就会新增超过124.7亿元的报费了 这负担可说是真的不少 目前劳保的投保单位高达超过60.9万家 接近有70万家都会增加负担 另一边劳工每个月平均都会增加 大约35元的劳保费用 一年就会增加422元 推过全体的受雇劳工 一年就会新增35.6亿元的保费了 其实劳保年金量2009年上路之后 劳保的费率为7.5% 实施第三年开始 每年是调高0.5个百分点 调到10%之后改为每两年调高0.5个百分点 直到13%的上限了 不过目前劳保的费率 已经进入每两年调升0.5个百分点的阶段了 自从2023年起 劳保费率已经调升到12% 预计到2027年 就会达到13%的上限了 三三会的理事长林伯峰就认为说 台湾的企业发定的劳动成本都是偏高的 顾主要负担的用人成本 除了直接发给员工的薪资之外 还有劳保健保等等的期内 跟着薪资保定的法定劳动成本 这些大约占了人事成本的20%了 是企业的一笔庞大的负担 也有工商界人士向平原媒体说 台湾的雇主聘劳工的法定成本过高了 一旦调薪就会连带要增加劳保 救保健保等等的社会保险的法定成本 以劳保为例的话 雇主负担比率高达7成 远高于其他的国家 这对雇主来说是相当的不公平的 也间接造成雇主不太愿意为劳工加薪的原因之一了 不过同时政府也要发钱了 这周四为国民年金生育给付的入账日 只要是在国民年金加保的有效期间 分晚或者是早产的女性被保险人 就可以向劳保局请领国民年金的生育给付了 给付的标准是按国民年金的月投保金额 一次发两个月的生育给付可领将近新台币4万元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推播资讯 柯文哲的假账风暴还在延烧 暗外暗也被受关注了 过去柯文哲被指控涉嫌土利金华城的容积率 拉升到840% 柯文哲任内前副市长彭震生 今天上午10点也到台北市议会说明 厘清关键的疑点了 预计呢这场会议将会到12点半左右 主要就是要厘清彭震生他的角色 还有当时被交付什么样的任务 不过刚刚稍早的时候呢 彭震生进去到台北市议会之前呢 媒体喊话他全部都没有回应 不过呢彭震生在是都委会主委的时候 怎么去处理都委会反对委员的意见 也是备受关注的 目前呢整个金华城案最大的一点 还是在自创荣基奖励 到底是有没有人交办的 柯文哲有没有下指导题 就是今天要厘清的主要关键了 不过另一边呢 党内也深陷了茶壶风暴了 前立委就是创党元老蔡碧如 就透露了 他说是否那圈呢 不希望他留在台北 并说战狼要出来选2026 案指有战狼小姐姐 称号的立院党团主任陈志涵了 双方的明侦暗斗 逐渐白热化浮上台面 被问到说自己是被内斗 才会离开民众党核心吗 蔡碧如说了 民众党是自己去内政部申请成立的 也是党内对全台最熟的人 所以自己不会离开 也没有人能把他逼走 更不会因为到台中担任顾问 就加入国民党的选项 不过正面跟战狼小姐姐对战 陈志涵也反击了 他说台中市政府顾问 蔡碧如 蔡顾问 他可能在节目上 对很多党内事务 有一些指教或意见 都有一些违背因果关系的 陈志涵指出了 根据过去他担任台北市政府顾问的经验 有几职的顾问 其实是准公务员的身份 不得涉入政党的活动 这样说他应该相信蔡顾问 应该很清楚这一点 这句话真的是火药味浓浓 不过针对会不会2026出来参选 陈志涵也回应了事实上 他加入民众党之后 柯文哲造福给他的任何任务 他都是全力以赴的来执行 过去是如此 未来也是如此 不过他也透露了 这阵子有很多的声音 指引党中央没人敢讲真话 被把持等等的 但其实柯文哲的通讯管道 一直都超级畅通 不可能有谁把持柯文哲 使柯文哲偏听 但陈志涵也认为 党内的决策圈应该要扩大 不过现在这一团烂账 到底要怎么处理 民众党强调了 会搞清楚之后 发函请会计师工会 做第三方的查核 但是民进党立委林俊宪 他就说了 他说台北市的会计师工会的 会计审计委员会的执行长 就是端木正 哪里有公正性呢 对此民众党发言人 吴一轩就回应了 他说台北市会计师工会 里面总共有11个委员会 端木正只是其中一个 委员会的执行长 并反问林俊宪 是在质疑会计师工会的 公正性吗 不拎头 柯文哲的妻子 陈佩奇看1.2亿豪宅的争议 还在收 虽然柯文哲说了 自己跟妻子都是台大的医生 工作30几年 要买1亿的房子并不困难 根本不用装穷 不过台大副展科医师 施警中就透露了 至今还没看过身边的医师 夫妻党买得起1亿的房子 过去柯文哲曾经透露了 他说当医生 其实没有那么好赚 加上当初他选台北市 那时候 越南有许多医生都强着 要捐钱给他 不过现在必然发生 他却又改口说 本来就买得起 民进党的台北市医员 简淑培也迟疑了 他说 一般的医师夫妇一辈子的收入 根本无法负担 如此的贵族消费 但柯文哲与其他人不同的是 他当过市长 选过总统 有绵密的财团 跟金主的关系 直言柯文哲 那个陈佩奇 根本就是又笨又坏的CP 如今呢 这一团的乱账 理都还没理清 今天的最新民调 民众党的支持度 也再度的下滑 反感的程度 也飙升到65% 恐怕过去主打白色的清廉力量 不管后续民众党怎么理清 始终会大大营扫民众党的可信度 以上是这一节的推播资讯 上周四 台新金 新光金董事会通过了 合议的并购 换股比例为一股新光金 换0.6022股的台新金的股票 百分之百的换股 没想到呢 中信金控就在周五的晚间宣布了 对新光金全盘的收购计划 每股的收购对价大约为一股的 新光金的普通股 换发中信金的普通股 0.3132股 以及现金大约新台币4.09元 换算下来呢 大约是每股收购价 大约为新台币14.55元的现金加股票 收购的股权上限为百分之五十一 换算的收购总金额高达了 1314亿元 不过呢 中信金的现金搭换股的计划 看来是高招了 尤其比起台新金的出价 更是高出了百分之三十 预料可获得新光金股东的支持 为新兴病构成了变数 如今呢 中信金藏清新光金的动作越来越大了 预计最快将在今天 向金管会递交了并购的计划书 同一天呢 立委郭国文也率了金管会的官员 到中信银的日本的子行 东京子兴银行来考察了 中信金的总经理高丽雪 也将亲自的接待 不过呢 中信金的动作频频 此以价格对比台新金提出的 0.6022股的换股比例来看 无非优惠是更多的 赢得众多的散酷的心 不过呢 如果台新金的股价 拼上了24.16元 以新光金目前的股价 12.45元来看 有机会可以跟中信金来拼一下了 不过根据了解呢 面对中信金来世 匈匈匈发动对新光金的公开收购 台新金已经预计了 当会在10月9号召开的股东临时会前 最后一波 已经积极的布局委托书征求通路 市场也已经传出了 台新金已经签下了 全通长龙联州等等的 三大的民间征求公司 并得到了委托书大王张永祥的助阵了 希望能力拼三分之二的出席人数 并取得超过二分之一的过半数通过了 只是金控三角链真的是引爆了市场的话题了 根据现在最新的统计了 三角链的主角 星光金、台新金跟中信金 三家的公司股东人数都已经达到152.87万人 其中呢 以中信金的股东人数 59万058人最多 而且呢 单周的股东人数是大增了将近2.6万人左右 而成交量连日破纪录的星光金股东人数 则是成长了9956户 为连续两周都有成长的 不另一方面呢 受金融圈高度瞩目的另一个最新的动向 则是呢 台基证券大买了星光金的持股 可说是近年来最大的外资之外呢 最大的星光金买盘了 金融业的高层都认为说 台基证券买进星光金股票之后 还可以参加中信金的公开收购 如果以上周五买进价 大元每股11元的价格 足足可赚超过3元的价差 可说真的是一鱼两吃了 至于金管会到底属于谁 并星光金呢 一位知情人士就指出了 其中一个关键的重点就是在 哪一家的金控最有实力 能作为星光人寿做现金增资了 因为呢 尽管星光人寿的上半年 由于股票的处分 汇兑的收益而大赚 但是呢 星光金的账上仍然有长期的高利保单的负担 和未实现的债券亏损的问题 这场对星光金的双龙抢猪 业内平稳呢 是台湾金融并购史上最精彩的活躁财了 在台新以及中信相近出招之后 更隐瞒下了三个伏笔 如今金管会的态度更成了关键了 外界也分析 总共有可能会有四种的情境 有可能会发生 第一 如果金管会不准许的话 那么中信金的并购就会失败 星光金的股龄会就会通过新兴病了 但是呢 如果金管会核准了 那就有三种的可能 一 中信金赤下星光金51%的股权 二 金光金的股龄会未通过新兴病 三 金光金的股龄会还是通过新兴病了 如今呢 许多外资券商机构 把人早在上周就已经大举进场加码星光金了 为的就是等中信金公开收购了 这场牵动国内监控版图的年度监控并购大戏 接下来剧情究竟会如何演变呢 外界也都睁大眼睛在看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推播资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